詹姆斯的紫金湖人 护理率领了勇士队 且登炮速和火箭队 在下赛季恐怕是多只明星球队互相碰撞 不过其中还有一只心力真是不可忽视 那就是已经确定付出凯里欧马率领的凯尔特人队 作为球队的核心球员 在上赛季中由于伤病的原因而导致无缘带领球队场间总决赛 可能很多球迷还记得 即海沃德的金木战警失度 崴脚赛季报废之后 欧文也是因为膝盖原因是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 这也是导致海沃德和欧文两大主力不在场 这也是在半决赛中输给骑士队的很大原因 据最新的消息称 不仅是海沃德是100%恢复 而且当下球星的欧文也是已经正式付出 这对于绿军的球迷来时是一大好消息 可能对于凯里欧文大家都并不陌生 曾经和张姆斯、乐福士组成了当年的骑士三巨头 而且在大球风格上 相信和罗斯一样是有很大的观赏性 和神兽球迷的喜欢 华盛的盘球并且重心极地 简直是为突破而生的 运球很低 节奏很好 行进间人球合一非常灵动 在突破的时候 速度、广动幅度、手感和难度都是顶尖的存在 而且一度被誉为最浪和最毒的球员 不过在这段休息期 欧文也是一点也没有闲着 特别是感情商 欧文也是没有辜负所有球迷的期待 是在独交上以外心感火辣的女友香迪尔 可能很多球迷都知道 欧文不仅是球场上浪 在感情生活上也同样如此 巴西摩特纳塔利亚 汤普三的前女友汉纳斯托金 凯利利福斯 还和安德里威尔森生效过一个孩子 但是最近一年求塞期中 却独装香迪尔一人 其实本来就是摩特出身的香迪尔 本身就是拥有漂亮的脸上和火辣的身材 确实也是难怪欧文这位夜店小王子 也是忠情于他 值得一说的是 在面对一众的质疑声的时候 甚至是劝他像哈登一样远离女色 但欧文在采访中表示 我的状态和他没有关系 不仅我之前休息的时候 他一直陪着我 而且之后在比赛 他也回到场支持我 我相信日后能够证明我们的